雏女座,我们都满腹心事,却都无人可说,还得洋装洒脱。 很多人都知道,大部分的雏女座都很优秀,但是究竟是什么原因,让雏女座成为了十二星座中被黑罪惨的那一个? 小了很久,原因就只要一个,太优秀。 很多人都说雏女座特别是多,其实那是因为你的逻辑是完全跟不上头。 有人说雏女座洁癖龟毛,那只是因为你的细心和胆大远避不上头。 也有人说雏女座高冷爱装逼,那是因为你远不是偷身边人,熟悉了之后你才知道偷有多有趣。 如果你要从人情社会去解读雏女座,那偷却是不尽人情,没有那么世俗。 如果以真情实义去解读,那雏女座是绝对的讲义气。 绝对理想化对象,会在你最不经意的瞬间给你意外的惊喜,更是生活中的小能手,给爱人精神寄托。 和雏女座待久了,你的智慧和品味也会被影响,到自己变得越来越优秀。 对待朋友,雏女除了能逗大家开心之外,还能在朋友遇到困难的时候出谋划策,只念明灯。 亲爱的雏女座,有些人莫名其妙的就走丢了,有些话还没说出口就被终结了。 可是没关系啊,这一辈子本来就是一边走一边丢,所以去陪你喜欢的人吧,至少你快乐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